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全年临层的市民都能享受运动的快乐 将运动与科技结合的全民健康活动 旨在提升市民的运动乐趣与健康生活 透过先进的科技 让每个参与者都能享受运动的好处 不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辈 透过虚拟实境和大数据的辅助 运动不再只是锻炼身体 更是充满乐趣的全新生活方式 我们希望我们家医师的民众 更热爱运动 让运动更有趣 然后更精准 运动会带给身体很多的好处 第一就是会让我们更健康 更有体力 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好 因为它会促进我们大脑脑内飞的分泌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马飞 让我们非常的愉悦 那第三呢 其实运动呢 也会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病获得改善 再来呢 运动呢 也可以让体力变好 减重 皮肤变好 睡眠品质变好 整个肌肉的协调更好 肌力更好 肌耐力也好 让你看起来更年轻有活力 最喜欢 那个骑摩托车这一关 喜欢那个跳舞那一关 很好玩 基本上都办这种活动 可以给我们老人 对 健康又有活力 透过有趣的活动设计 长辈们不仅能够享受到运动的畅快 还能保持健康与活力 也借由运动活跃老化及预防延缓失能 拥有更好的健康第三人生 我们在嘉义士有固件六个银法健身俱乐部 它是特别为长辈设计的健身房 那另外呢 我们也租了这个好食机 一台科技运动的机器 还有结合健康小站的这个身体的两侧 我们这个是巡回的健身房的概念 就会到我们嘉义士很多社区啊 卖场啊 去轮流摆放 民众就可以运用这样子十台的好食机 也可以训练自己的肌耐力 另外呢 我们还有结合嘉义士健身房 也有很多合作的方案 那另外在我们嘉义士的公园 互建健康的步道 科技与运动的结合 提升了活动的趣味性 也让长者有机会参与更具挑战性的锻炼 不只是体力的比拼 更是协调力与反应速度的全方位挑战 随着这类活动的推广 嘉义士的长辈们 不仅仅是在参加一场比赛 更是在体验科技赋予运动的新风貌 我表现最好的就是骑脚踏车 那个只要有体力 然后速度 就可以有情机 我讲这个是运动结合科技啦 然后还充满趣味性 那不只是要求体能 而且还要有协调能力 还要反应要快 我想这个是 就是很适合这些老年人来参加的活动 另外我们还有这个丑组勇壮嘉义队 我们要去享应明年2025年的世界壮年运动会 还有就是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这个体试能的老师 平常也有在很多的社区布建据点 然后我们有安排课程 这个也很受长辈的喜欢 除了在地的运动推广 嘉义士更积极拓展长者的运动版图 透过多样化的运动方案 不仅让长者享受日常健身的乐趣 还鼓励他们挑战自我 对我们运用的科技来导入 所以卫生局在这样的推动之下 看到我们每一位阿公阿嬷 他们都快乐地走出来 我们看到真的非常感动 我想运用科技的一个竞赛 让大家看到彼此之间团队的精神 更重要是更快乐的心情 更快乐的氛围 让大家带来幸福快乐的嘉义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